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移除节点各个情况的一些逻辑跟思路 然后呢就给大家给出一些代码的示范 然后去分析这个代码 我们刚才说了移除节点可能会有多种情况 对吧 然后呢 它的难度是由浅到深的 首先最简单的情况是移除这个页节点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5移除掉 把它移除掉之后 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它简单呢 因为它不会对其他的节点产生任何的影响 对吧 所以呢 它是最简单的一种移除情况 那么另外一种移除情况呢 是第二种情况 就是它相对简单 中等的一个难点 那比如说我们 在这个例子里面 要把这个4移除掉 对吧 它现在情况是移除只有一个止节点 这个4是不是只有一个止节点 是这个3 它的另外一个止节点呢 是没有 对吧 就是那 那么对于我们移除掉这个4之后呢 就要用3来替换这个4 对不对 用唯一的一个止节点去替换它 对吧 替换完之后的结果呢 是这样的 把3替换上来了 然后呢 它的两个都变成了闹 对吧 这也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一个情况 但是比较复杂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移除有两个止节点的情况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例子啊 假设我们看第一种情况 就我在这做了两个例子 OK 第一个呢 是这个移除 对吧 对于这个移除来说 我们不要把4移除掉 对吧 它两个止节点呢 都是一个叶节点 所以呢 它放3在这 可以吗 可以 放5在这 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对不对 但是对于我们第二种移除的情况上来说 这个8如果移走了 应该把谁放在这呢 对不对 首先我们如果把这一面全部提上来 可以吗 比如说我们把4放在这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把3放在这 5还在这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行不行呢 对吧 我们需要考虑这样的情况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必须对这种 第三种最复杂的情况 移除两个止节点的节点 这种情况 做一个统一的一个分析 分析到底要怎么去替换它 那到底是把9换上来呢 还是把4换上来呢 还是把5换上来呢 对吧 我们知道 它之间肯定存在一个条件 就是这新换上来的节点 要满足二叉数的一些条件 比如说这个节点 应该怎么样 左侧止节点呢 应该比它要小 右侧止节点呢 要比它要大 对不对 然后呢 它还要满足 比负节点小等等 这样的一些问题 才能够是一个合适的 一个替换者 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 它要足够的简单 对吧 足够的简单 不然的话 你替换太复杂的话 那这个程序就得不偿失了 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分析 对吧 这是 也许是最复杂的APT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复杂在于什么地方 首先我们考虑第一种移除情况 我们就把这个试纸列一下 好吧 把它叫做A B C D E 可以吗 就按咱们的一个英文的顺序来 对吧 那么这个二叉数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条件 对不对 那么A要满足 A大于B 然后呢 A小于C 这点没错 对吧 这就满足了咱们一个 B是A的一个左侧直接点 要比A小 对吧 然后呢 同样呢 C作为A的一个右侧直接点呢 应该要比A大 这个条件呢 是对的 对吧 咱们先把条件捋一下 然后第二条件什么呢 对于整个数来说 要满足成什么 D 小于B 同时呢 B要小于E 但是呢 E又是小于A的 因为呢 B小于A 对吧 因为呢 E小于A 才会往A的左边走 对不对 所以呢 它的整体的大小条件是这样 OK 那如果我们想第一个问题 我们第一种移除方式 OK 如果我们把B移除掉了 把它移除掉了 OK 假设我们新体换上来的值 为 称之为大B 可以吧 就是说我们移除掉几点B之后 这个新的节点 大B 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就是说 它要满足条件是这个 就对应的是第二条式子 OK 二条式子 对吧 它要 它要满足原本这个B满足的一个条件 好 那满足条件 那它满足什么呢 它要大于D 且小于E 小于A 对吧 那么 它能满足的是什么 第一个 我们看 替换为节点D 可以吗 替换为节点D 就是说 D 对吧 大于E 大于A 这个满足吗 满足 对不对 那么第二种方案呢 是替换为节点E 这什么意思呢 它就变成这样 D 大于E 大于A 因为呢 但不同的是 这个B节点是D 对吧 这个B节点是E 它们两个都是满足条件的 OK 这个相对简单 对吧 因为它有两个E节点的话 无论替换哪一个呢 都会轻易的满足 但是相对复杂的情况是 如果我们要替换 这个A这个节点 那怎么办 对吧 就把这个小A 替换成一个新的节点 那么谁会满足 这个B 大于A 大于C 这个条件呢 好 我们看看它满足 是B大于A 大于C 对吧 然后呢 同时要满足 A大于B 大于D 大于E 那么我们就会有两种替换方案 把B替换进来 可以吗 对吧 把B替换进来的话 B小于C 对吧 B是A替换的 A是B替换的 对吧 那么它是满足这个条件 对吧 然后同时呢 后面的式子也能满足 但是难点在于 如果我们把B替换上来的话 那么B的两个子节点需要重新打乱顺序再排列 麻烦 非常麻烦 所以呢 我们不会考虑把B换上来 OK 然后呢 我们考虑的情况呢 最好的方式啊 就是替换为节点C 对吧 因为它足够简单 那么如果你可能要想一个情况 如果C仍然有一些子节点呢 比如说C1C2 那么最好的方案是什么呢 在这里呢 我就不具体的给大家推了 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数学问题 对吧 需要推理这条件综合起来 最终得到的结果是 要替换为右侧指数的最小节点 对吧 对于蓝色这种情况 就是说如果这个C仍然有子节点 C1C2的话 那么对于咱们的理论来说 就应该替换为C1 因为这是右侧这个指数的什么 最小的子节点 OK 那么对于如果没有下面这一圈 对吧 那么最小节点呢 就是C本身 就把C替换上来就可以了 OK 这就是咱们替换的一个原则 替换为右侧指数的最小子节点 具体的分析过程呢 就是这个条件咱们没有分析的很 很透彻 对吧 因为分析起来的话非常的麻烦 然后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的去分析一下 那么我们大概的给你列出了一个条件 对吧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自行去分析一下 总之我们要替换它的话 就替换为右侧指数最小子节点 对吧 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做很多工作 比如说你一除掉它之后呢 你还要实现一个函数 去寻找右侧指数的最小子节点 对吧 去寻找它 怎么找到它 这是一个问题 OK 好了 最终呢是我们要给出一个代码示范 这是我 感到最难受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确实复杂度是非常的高 但是呢 同样的一个困难的东西 也是大家能学到东西的一个地方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移除代码实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代码非常的长 对不对 而且呢很难理解 我们看一下第一行吧 移除代码的这个实例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是重新构建数 说白了 就是把数重新构建一遍 OK 我们先看一下代码怎么说 首先我们 这个我非常讨厌 对吧 我确实非常讨厌这一个代码 因为它理解起来非常的有难度 但是呢 我们先不如先试一下 把它敲一遍 然后呢 让它跑起来 OK 让它跑起来 我们对着敲一遍 首先啊 记得啊 在电脑面前呢 你最好是跟我一起敲 对不对 因为这个确实需要一个理解的一个过程 传一个key 对吧 然后呢 root 等于remove node 然后把root 和key 传进去 OK 然后呢 内部实现一个removenode的方法 对吧 它接受两个参数 一个叫root 一个叫key 然后呢 啊 要去做这么一个 地规删除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很奇怪的 有些东西可能会想的 为什么我们要令root等于这个removenode呢 是因为 咱们要做的是重新构建数 就从头开始 把这数重新构建一遍 好吧 首先我们要判断if 啊 这里不是root对吧 这应该no的 如果进来的节点等于no 是不是同样咱们只要return什么 return now就可以了 ok 好了 咱们要想一想 咱们要删除某个件 那么少不了一个功能查找 比如说 以这个为例 以8239为例 对吧 8239为例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删除这个3的话 那应该怎么办 要删除这个3 那它是不是应该说 呃 我先用3跟这个跟节点比较 那么3比它大吗 3比它小 对吧 往左 继续 继续比较 那么啊 比它大 那么往右继续比较 直到比较到为止 对不对 是这么一个顺序 所以呢 我们也少不了这么比较的一个过程 if 判断啊 if node.key 对吧 当前这个节点的key 那呢 我们起名叫value 对吧 咱们要叫value 如果它的value小于value的话 小于我们要删除的值的话 就是说 我们删除的值 要比这个node的value大的话 那应该是怎么办 继续 向右 对吧 查找 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呢 else if value 小于node.value 就小于它值 那应该怎么办 继续向左 对吧 向左 查找 OK 那接下来是不是只剩最后一种结果了 就是什么 它们两个相等 它们两个相等的时候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了 这时候是什么 value 已经等于node.value了 所以应该开始什么 执行删除过程 OK 执行删除过程 咱们以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为例 咱们删除一个 最简单一个例子是什么 回忆一下 就是移除一个页节点 就是说最下面这个节 它没有任何的节点 对不对 那么首先我要判断了 这个节点是不是页节点 那么页节点应该满足什么条件 如果我们写了 如果写了 if node.left.late.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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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一个问题 对吧 怎么去删除它 好了 我们以这个作为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要删除的值是3 对吧 咱们把这个例子删除掉 t.insert 8 回到咱们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822 39 8239这个例子 OK 那我们要删除一个值 比如说我们要t.remove 3 对不对 把3这个值给删除掉 那么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它们两个比较一下 对吧 如果value大于node.value 那应该怎么办 那么继续调用removenode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节点应该什么 应该是node.right 因为我们需要往右找更大的嘛 对不对 然后呢把value也继续传过去 OK 那么同样呢 这里呢应该是 left 好吧 left 好 我们的查找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怎么去删除一个业节点呢 又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句话 对吧 我们要删除的原理呢 是重新构建一个数 OK 删除原理是重新构建一个数 比如说 咱们的代码里面示范 对吧 这个代码看起来真的是 呃 令人很不爽 但是呢我们还得看下去 首先 我们 去 删除右节点的时候 我们要写这么一个代码 node.live 等于remove node node.right ok 这个代码代码就是 node.let 等于 对吧 去remove node 要传这个 那ok 我们 现在node是什么 一开始我们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node现在是什么值 应该是root 对不对 是他们的根结点 node 我们 在这里 传了一个证文字 root等于remove node node 我说了 既然 我们是重新构建这个数 那么 咱们这个root 获取的返回值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root本身 对吧 所以应该怎么办 retend node 然后呢这个也是retend node 那么 我们在谈出地变执行的时候就知道 我们传入一个root 对吧 然后呢 又把这个node给返回回来了 ok 又把这个node给返回回来了 好了 我们先把这些代码捋一遍吧 把这一块代码捋一遍 因为呢 这个left跟right这两个代码需要捋一下 好 经典老力 8239 ok 8239这个经典例子 对吧 8 2 3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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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要移除一个值 3 OK 我们要移除3 对 我们在这里传出来的key是3 这里是value对吧 这里应该是value 还没有改过来value 这个是3 OK 那么首先我们传入了root 这个节点对吧 然后呢 呃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我们会在这里先进行一个判断 对吧 这是root是8 对吧 咱们一行一行代码来 8 然后value呢是什么 是3 要判断 value 大于node.value吗 不大于对不对 这行代码不进行执行这一行 小于吗 小于 ok 然后注意问题来了 node.left等于这个行代码 ok 等于这行代码 这说咱们是不是得 执行到这一行的时候 就得去分析它的地归站了 对不对 ok 它会继续执行 这时候node.left是什么 是2 value呢还是3 然后呢接下来咱们看红色的部分 现在node是2了 value是3了 对吧 ok 第一行执行 node是now吗 不是 ok继续下一行 value 是3 大于node.value吗 大于2吗 条件成立对不对 ok 执行了哪一行 会执行 呃 这一行 remove node 对吧 node.right 就相当于node.3 ok 是不是说咱们地归还在进行 对吧 还得ok 第三次进来 这个只是node是3 value是3 ok 然后呢 这两个if都会跳过对不对 一直到哪 一直到这里 它恰好又满足这个业绩点的条件 因为3的左右都是now 对不对 然后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在这里 我先代码没有写对吧 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办 应该return now ok return now 对不对 咱们现在记住这点 绿色 return now 那绿色会返回到哪 绿色是在这里开始执行 还记得吗 应该没有忘了那么快 对吧 那么这里会 返回的结构是什么 return了一个now 对不对 所以呢现在这个node.right值是什么 我们用红色标准是now ok 然后我们return了node node这时候是什么 红色的时候node是2 对不对 对吧 是2 那么我们这红色是在什么时候执行呢 是在这个蓝色的时候执行的 然后呢 我们的node left是什么 是这个红色的返回值 是2 这个节点对吧 应该准确是这个节点 然后呢 又return了node 这时候的node 蓝色node是什么 是root 诶 这时候就有点意思了 我们是不是重新构建了数 应该是这么理解 node的蓝色的8 它的left 它点left是多少 是2 然后呢 红色对吧 红色的2 红色的2 红色这一层 哎呀 写成3了呢 2 然后2的right是什么 2的right是这个绿色这层的返回值是什么 是now 对不对 这就是我说的一个 它最终的 它重新把这个数给构建了 就是说它移除的 它一直往下找 对吧 一边 一边插入这个值 一边重新构建这个数 然后最终呢 把这删除相当于return了一个now 那么它在反向构建的时候 对吧 就相当于把这个 在这个三开反向构建的时候 把这个三把这个三节抛弃掉 由从这个2开始构建 作为8的一个let 一个左的节点 ok 但呢 这一段代码对吧 你需要 可能需要花更多时间去理解它 这是程序的一个核心部分 就是重新构建一个数 ok 这里呢 需要很多的一些分析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就简单写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满足上 node满足上一个条件了 那么node呢 应该等于now 然后呢return node 把节点返回回去 然后呢 用now去构建 作为构建这个节点 相当于把它删除掉了 ok 这是一个页节点条件 接下来呢 是什么 只有 一个子节点 条件 ok if node.left 啊 等于node 对吧 且node.right 这是第一种情况 对吧 就是 右边的子节点有 左边的子节点为空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node 等于node 然后同时呢 return node.right 用node的right 去构建 这么 啊 去构建这个节点 对吧 去构建这个节点 啊 这没有错 完全没有错 或者说 以前写的是这样的 对吧 这样写 没有关系 都是一个意思 对吧 反正我们要返回的是node.right 这个节点 那么else呢 else node.right 等于node 且node.left 这时候呢 node应该等于 其实我不想这么写 特别不想这么写 将会把它给整蒙了 right 对吧 返回右的 返回右边的节点 作为这个节点去构建 node 然后呢 return node.left ok 这只有一个节点条件 最后是 呃 有 两个 子节点 对吧 的条件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 我们 回忆一下 这一个句话 要去替换为 右侧指数的最小节点 那么第一件事 就是寻找 右侧指数的最小节点 ok 请命运AUX等于 5 min node 对不对 然后呢 通过当前的节点去寻找 它的右侧最小的几节点 ok ok 咱们开始寻找了 呃 one find minnode 等于function 那么怎么去查找呢 if node 等于node的话 那么我们解return node就可以了 对不对 如果它没有给值的话 那么 如果给了呢 那怎么办 real node 写node node 就等于node node node 这跟咱们之前的方法是一样的 return node 对吧 returnnode 这时候能获取到的就是它的最小的一个止节点 对不对 好了 我们现在呢 AUX呢 就是这个返回的最小的一个止节点 然后呢就要去替换 这么一个过程了 那怎么去替换它呢 我们看咱们代码示范里面 首先 这个代码好像又尝试把事情变得复杂 对吧 又尝试把事情变得复杂了 然后先把这个代码抄下来了 node.key 一行一行分清它的用意是什么 node.key等于AUX.key 对不对 那我们发现这个做了什么东西 这个首先我们是把node的值 变成了查找到的最小止节点 对吧 AUX是什么 AX是查找 查找到的最小的止节点 OK 对吧 把它的值替换为node 然后怎么办 我们再回忆一下这个过程 回忆一下这个过程 比如说 我们要把A删除掉 对不对 那么我们做一件事情 把C的为 把C的值替换到A这里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把这个节点删除掉 是不是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虽然这样做有点不好 对吧 但这样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们这个节点需要删除吗 不需要删除 我们就要把它的值替换为最小节点的值 然后把这最小节点给删除掉就可以了 对吧 好了 我们就写一下 呃 怎么说 哇 node 呃 不是应该这么 不是这么写对吧 一下急动忘了 咱们看怎么写 node.right 啊 应该是这样 node.right 等于 remove node node.right 然后呢 AUX.key 去删除这么一个 呃 右侧指数的最小节点 对吧 然后最后呢 return node 用这个node呢 去重新构建这个数 OK 一切就完成了 咱们接下来呢 来测试一下 就以咱们经典例子 这个例子来试一下吧 咱们这个 呃 能查的数字比较多 对不对 首先 t.insert 11 好了 啊 84935 84935 就以左侧这边的 来试一下 84935 对不对 好了 我们现在要删除一个节点 对吧 从最简单的情况开始 首先我们看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数 构建的成不成功 啊 这里报了一个错 是108行 我看一下是哪错了 108行 else if 对吧 这里else if 然后我们先去看看咱们的数构建 对不对 t.get root 构建的数 11 左侧呢 是8 11左侧是8 没错 对不对 然后呢 8的左侧是4 右侧是9 这也没错 对吧 然后右侧9呢 就没有值了 然后4的左边呢 是3 右边是5 OK 然后呢 他们下面都是闹了 对吧 都是空了 这时候呢 咱们的数构建完成了 OK 咱们试试下最简单 remove 什么呢 remove3 这里报了一个错 对吧 这报的错来自这里 咱们这里忘记改过来了 OK 重新来一遍 1 more time t.get root remove3 然后咱们再get root看看 咱们线上查找 看看这个3到底还有没有 对吧 向左看 对吧 再向左看 再向左看 left是变成什么了 变为now了 OK 是不是说咱们这个3 这个3就删除成功了 对不对 好了 下一部分 我们去remove什么呢 remove 只有一个止节点的话 这好像还没有太好的例子呢 对不对 那咱们就直接来个难度大点的 移除这个8 移除8 对吧 或者我们先这样 我们差于一个10 如果我们差于一个10的话 会是在哪呢 差于一个10的话 会是比11小 对吧 会在这 然后比8大在这 比9大在这 那我们就可以测试这个例子了 好吧 我们在右边差于一个10 t.insert 10 OK 然后咱们再看看这个 对不对 对吧 11 左边是8 左4 右9 对吧 然后9的右边的有个10 OK 现在我们 9的右边 9的右边有个10 那么我们要尝试把这个9移除掉 那么它的 结构应该变成8 下面是一个4 一个呢 是 10 对吧 应该是这样的结构 咱们试一下 t.remove 多少呢 remove 9 诶 这里就报了一个错了 我们看哪里错 107行报了一个错 107行啊 这应该是 console log node 看看咱们这个值对不对 node呢是9了 然后呢它的line存在 对吧 if node.left等于now 这个条件应该没有错 且 node.line存在 哦 我 我怎么犯了这个错误呢 我们先令node等于now 对吧 然后反过它的这个line 这个错误太低级了 咱们直接返回这个node的line好了 OK 诶 remove9 对不对 然后 我们去看一下咱们的getloot 看对不对 11 左边是8 然后呢 8 左边4 右边是10 就明这个被替换成功了 OK 好了 我们再去 remove一个值 remove8 对吧 那么正确的结果应该怎么样的 应该是把这个9替换上来 对不对 把9替换上来了 看一下 8 remove8没有成功吗 左4 右10 好像这里 又犯了一个小小错误 对吧 我看看问题在哪 他把9给删除了 嗯 应该是这样 node.key 应该是这样 node.value 等于ax.value对吧 然后呢 这一个 咱们因为咱们用的这个名字叫value 不叫key 对吧 这也是小小的错误 remove8 然后getloot看看 11 左边是3 对吧 然后呢 49 好像这里 嗯 寻找右侧指数的最小节点 应该这里是这样 node.ly对吧 右侧指数 应该从node.ly开始查找 好吧 又犯了一个小错误 对了 慢慢调一下bug remove8 然后getloot看看 11 是9 对吧 9 一个左边4 一个是10 OK 这就是咱们移除 止节点的 遇到一些小bug 对吧 以及这个代码呢 难理解在于 它是重新把数再构建了一遍 包括 我写了很多遍了这个代码 但是 要一次就没有错的写错的话 确实是有那么一点难度的 好 这就是咱们数的最后一个方法 去移除一个止节点 自此呢 咱们的数结构 就已经 学完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代码 大概是用了78到118行 大概30行代码左右 对不对 难度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40行代码 对吧 40行代码刚刚好 所以说 这个过程啊 这个分析站 咱们已经分析过了 对不对 一定要好好的去理解 这么个过程 以及最后 去删除两个止节点的时候 去寻找 右侧的最小止节点 刚才我犯了一个错误 对吧 犯了几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 这个key跟value写错 对吧 因为我之前写的版本呢 是key 但今天呢 突然突发心想 想写成value 然后另外一个错呢 是在寻找 这个注意是寻找 右侧最小止节点 所以呢 应该是从node.ly开始找起 不然的话 像刚才我呢 去找到了当前节点的最小止节点 对吧 我再重复一下这个错误啊 因为错误是指着借鉴的 比如说啊 8 我忘了这个结构 对吧 这个结构 比如说我们要删除这个节点 那么我要 我们要去寻找右侧的最小止节点 那么我们应该从这个9开始寻找 对吧 如果我们从8开始寻找 寻找到的最小止节点呢 是3 这是我刚才犯了一个错误 所以呢 后来我把这里的值改为了 呃 这个节点整个删掉 它就完成了这么一个最复杂的情况的处理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数的这个整体的运行流程呢 啊 我觉得我真的没办法讲太多 因为 忠于大家自己手动的去分析它的站来理解它 好吧 但是呢 我希望刚才我讲的已经足够清楚了 如果不清楚的话 希望大家好好复习一下 对吧 因为你在这样我讲的话 我可能只是说再讲一遍再讲一遍 但是呢 也不会有更好的效果 需要你自己手动去写 以及手动去分析 它的站的调用过程 以及数的重新构建的过程 OK 好 这就是咱们的学的第一个比较复杂的数据结构 数 它的结构代码 以及一些方法的实现